什么样的料子才算得上真正的鱼小博大 今天呢老白给大家分享一块墨弯机的料子 那么刚刚老白为什么说它鱼小博大 因为这块料子它相当的刺激 想看吗我们来研究一下 当当当当 这个料子的话直观感觉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一个黑不溜秋的料子 我们来看一下360度无石角 这块料子呢是一个墨弯机敞口的料子 从皮壳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蜡壳还是比较明显 镜头的泥沙还在上面 都没有去刷洗过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说 不就是一块普通的黑石头有什么好看的 诶 重点来了 来我们打算来看一下 这个料子的话在自然光底下的话 它还是比较有油性的 它后面的话这个黑蜡壳还在 而且原生态的皮壳老得很近 非常的明显 这个面的话看上去确实很普通 我们来看一下它正面 这一块它是有插过的 我们来压灯看一下 哇 这个表现的话是非常的可以 这个荧光的一个表现非常的不错 这个位置总它是非常的好的 这个总水的话已经是倒冰 如果这个位置它能够往下胜 它的一个价值呢肯定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边它也是有一个脱烧的位置被插出来的 它这个铝章的话它是相互硬的 完全没变种 如果从这一边再化开过来 那么它可化开的位置它会变得更大 那它的价值会更加的高 它的一个渴望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 才让翡翠原石变得更加的有魅力 更加的神秘 而且还更加的好玩